哈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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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你知道要精準地飛上來這裡 對於我這個翹翅架造 是用雞腿換的 是多麼困難的一件事情嗎 當然我可以像那些沒有翹翅的人一樣 慢慢地爬梯子上來 但真的是太慢了啦 撇除爬上來所需要的時間不說 一個地獄門飄在空中好像有點乖乖的 所以我們這一集就設了一蓋一座塔 哦對 除了蓋塔之外還要幫這隻龍加上火焰 還有蜘蛛內部通往城鎮的通道 以及蜘蛛的控制室 嗨我是阿蕾 今天我們有很多事情要做 所以我們就先從這個地獄門下手 這個地獄門是通往我在Lagcraft第32集 蓋的界伏河農場 同時也通往小顆Lagcraft第4集 蓋的前往金字塔的玩家發射器 那因為之後會邀請實況主來參觀伺服器 總不能叫他們自己用爬了吧 其實好像可以齁 好啦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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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跟小顆在一次直播中設計了我們等等要蓋的塔 這也是塔所需要的素材 我們現在就趕快去收集吧 GOGO 好的物資準備好了我們開始蓋塔吧 GO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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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塔蓋完啦 現在帶各位來參觀一下 它的入口是在它的右邊這邊 所以我們要從這個階梯走上來 這個門進來我們就看到一隻 羊駝 那這個是小顆在Youtube上面找到的一個 每秒30格的羊駝電梯 我會把影片連結放在影片下方 那基本上呢我們就是踩這個壓力板 坐上羊駝 我們就可以往上 然後我們到上面這邊之後按Shift 再來 羊駝就會掉下去 然後我們就上來這邊了 這個是塔早上的樣子 然後這個是塔晚上的樣子 應該有那種法師巫師塔的那種感覺吧 然後這個塔在這個位置真的是超級棒 這個視野超棒 這邊還可以看到我們之前蓋那個艾爾登法環的龍 說到艾爾登法環的龍沒錯 我們現在就幫他加上噴火的效果吧 GOGO YES 完成啦 這邊給他加上一個噴火的效果 感覺上還蠻帥的 這個火的設計呢 我是看的Big Baron他的教學影片 我會把他的影片放在下方連結 好的 那我們龍會噴火了 那接下來要做下一件事情啦 那我們要做下一件事情呢 就是要去打 終界龍 我們終界龍總共要打19次 因為我想要把剩下的摺院門全部打開 這樣我們到時候就可以傳送到 我們還沒有探索的區域 去收集翹翅 給到時候要來參觀伺服器的人 好的那小柯應該會跟我一起去打終界龍 所以我們現在就去打終界龍 十九次吧 嗯 GOGO 開打囉 GOGO 等一下 好痛 啊龍 啊很會飛嘛很會飛嘛 啊啊啊啊 竟然還會飛么 的 這樣 不行 這撈的 烏克 Goodbye欸 YES 各位我們打完十九次終界龍了 本來想說他會是一個完美的這個圓形 然後結果他這邊就少了一個 所以我都在這邊 自己蓋了一個鐵字的折月門 對 好 不管我們已經把所有的折月門開起來了 所以呢我們現在呢 就順便來去蒐集一下 翹市吧 GOGO 喔 這邊有一個飛船 不知道有沒有人探索過 來去看看 嘿呀 水啦 水啦 誰被探索過 嗚 鑽石 NICE 又有一個了 YES 又有一個了 好的 我們收集到了 1 2 3 4 5 6 7個鞘刺 7個目前應該就夠了 假如說不夠的話 我們可以到時候再來收集 好的 那我們打完終界龍之後 砂紫複製機呢 對 受到了一點損壞 那最麻煩的就是我們中間的這個基岩 我們現在就把這個基岩破一破 然後再修復我們的砂紫複製機吧 那我們現在來使用的破基岩方法呢 是用這個Lag大法 首先做一個11乘以11的紅石粉 接著在正中央放上一個控制杆 Lag製造機就完成了 那現在呢 我們就要放上我們的活塞 上面各放一個方塊 放上紅石磚 然後在旁邊放一個隨機的方塊 然後再把上面的紅石磚給挖掉 這樣就準備好了 那現在我們這個活塞是充人的狀態 我們等一下要開啟我們的Lag製造機 然後把這個活塞往下 用講的各位可能還是會聽不懂 所以我現在就直接示範給大家看 那這邊我使用的是Twitterroot的連點器 1 2 3 4 5 6 7 8 9 OK 然後我們現在趕快過來這邊 這個打掉 這個打掉 活塞 這個打掉 活塞 哇 OK 時間不夠 那我們剛剛已經破了一個機眼了 然後這邊太晚放了 好 我們再試一次 我每次都速度太慢笑死 總而言之就是這樣破機眼就是這麼簡單 我在這裡插一下話 由於這個原理是讓世界卡住 在同一個Tick同時觸發活塞更新 以及換活塞的方位 所以如果你要在別人的伺服器上面使用的話 請先恰全輔主或其他玩家的意見 不然使用的時候伺服器會是卡住的狀態喔 好 我們繼續 那我現在呢就要把剩下的機眼全部破一破 好的 刷殺機修復完畢啦 我們這邊給他拉下去 然後看起來是一切OK 一切OK 中間的部分就告一個段落啦 來確認一下他是否有進來 白色混凝土粉末有進來就代表說 一切OK Nice 好 我們現在就來到我們最後的部分啦 之前我們蓋了這個電梯 那我們上來這邊之後呢 我們卻沒有任何的方式可以上去 所以呢 我要在這邊蓋一個階梯 然後另外一個通道是可以直接到我們上面 音樂盒的部分 我這邊有預留一個水電梯的空間 到時候我們就可以直接上去 除了中間上來的部分之外呢 還有我們的這個中控室的部分 很多人都留言希望我蓋一個蜘蛛的控制室 那我們等一下就會來蓋蜘蛛的控制室 然後最後就是從這邊 到達我們上面這個城鎮的部分 我應該會在這邊蓋一個水電梯上去 這樣我們基本的通道應該就完成了 那接下來一樣就是要收集素材 GOGO 好的材料收集完了 比想像中意外的還要少 所以我們就趕快開工吧 GOGO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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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完成啦 蜘蛛的控制室盖完了 来带各位看一下吧 那我们这边下面呢就算是一个 不知道耶 主控台吗 然后我们这边主控台的部分呢 我们可以这样走上来 那走上来这边就是我们的音乐盒的部分 那主要的那些就是其他的那个控制室呢 我是建造在这个地方 我们这边有一个小走廊 然后这边可以从这边上来对 这边这个房间就是我们的控制室啦 那我们这个控制室里面有不同的这个机台 可能就是控制不同的角之类的对不对 我们中间这个正中央这边有一个地方可以 让什么指令官站在这边看前面有什么东西这个样子 好 那这个就是我们的机械蜘蛛的控制室 好 机械蜘蛛控制室这个部分完成了 那我们就来看一下就是 刚开始进入我们这个蜘蛛的时候是怎么样吧 那我们从下面上来的时候就是从这边上来嘛 对不对 然后我们这边就可以上来这边 然后我们就可以选择说 我们是要走这边上去呢 还是说我们要进入我们的这个音阶盒的部分 那这边一样就是水电梯 水电梯上来 然后就会到达这一层 那我们可以从这边水电梯下去 那这边呢就是可以直接往上 然后我们只要一直往前走的话 那边就是博物馆的部分 那假如说我们想要到我们的移动城市 只要搭乘其中一个水电梯就可以到达 水电梯上来 然后这样出来 然后这边就有一个小亭子 对 就是不会太显眼 但也不会说好像跟这边格格不入这个样子 那大致上就是这样啦 我们蜘蛛的一些小细节 就今天在这一集 顺便一起完成 那当然我们这个蜘蛛其实还有很多东西还没有盖 那我们今天就差不多到这边为止啦 在影片结束之前 我想要在这边开一个新的环节 就是在影片结尾的时候念上一集的留言 那我在Livecraft第35集 选了三个留言来念 第一个是熔炉狂人 Crazy Furnace Guy 这个点子不错 之后可以搭配数字七段式显示系统 以及图像显示 就能显示出几点几分和地面天气了 不过下雨时日光感测器会连续切换 且依时间不规则感觉上不好做 不知道要怎么解决 如果是我的话 我应该会做一个跟日夜同步的红石时钟 然后用日光感测器来校准 把主要判断时间的系统转移成一个固定的时钟 这样应该就可以直接忽略天气的问题了 这是我的想法啦 但是 还是要实际去设计才知道 好下一则 Okea Wong问说 我好奇会不会有区域无法显示的问题 答案是会 的确会有区块显示的问题 我在第35集那时候没有讲得非常清楚 但的确也就是我们需要挂一个假人 然后他手上必须拿着相同ID的地图 像这个ID是90 我们就必须要复制这张地图 我们在世界各处他才会更新 所以我们就把地图交给他 然后再把它关起来 最后一则留言 新观众说 做这么干影片竟然才不到8分钟 对没错 因为我实在想不到还可以在塞什么东西 所以likecraft第35集就只有6分多钟 希望你喜欢 好了 我们今天这集就差不多先到这里啦 感谢各位的收看 喜欢的按钮在影片右下角 我们就下次再见咯大家 掰掰 掰掰 大家小哥在那边 小哥一直在背景 我要假装我来讲話 让小哥以为我 我现在还在对摄影级讲话 他就一直在背景在那边跑来跑去 對 像這樣